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 很多粉丝留言呢,说要一些实际的纲领或者说理论来对抗共产党 因为很多人说呢,对抗中国独裁政府的唯一出路呢,就是武装斗争 说什么和平抗议呢,根本就没有意义 但是其实呢,和独裁政府斗争的方式是有非常多的 武装斗争呢,其实并不多 我知道大家呢,他都不信奉共产主义 但是共产主义毕竟是我们从小学的 它其实就像独流一样,严重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思想 就像共产主义它会宣传什么武装革命的思想啊 农民起义啊,然后还有资本家都是独流 这些思想呢,其实都根植了我们心中 今天呢,我带领大家看一看 目前近几十年呢,主要民主革命的一种方式 看看呢,这些情况呢,在中国发生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呢,按照亨廷顿的一个划分嘛 民主改革的过程呢,分为两个维度 分别是改变的方式和被改变国家的一个政府状态 改变的方式呢,它分为变革,转移,置换 和干预,而被改革的政府又分为好几种 分别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军人政权 还有种族挂头 我们首先先明确呢,中国目前的体制呢 显然是一个一党体制和个人独裁的一个中间态 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 中国具有很明显的一党专政的一个特点 但是呢,伴随着习近平权力的提升呢 中国逐渐在滑坡走向一人独裁的一个道路 那么呢,变革,转移,置换,干预 又分别是什么样的斗争过程呢 让我来一个个为你解答 其实就如亨廷论总结的呢 变革才是20世纪末最主流的一个民主改革方式 而变革呢,就是威权政府呢 它自上而下的一种改革方式 如果算上苏联解体那一波呢 所有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国家中呢 其中有36个国家,16个是进行变革的改革方式 也就是16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呢 接近一半的民主改革呢 它其实都是就是领导人啊 或者说统治阶红的 它自发的进行民主化改革 而非马克思主义宣传下的 什么人民起义啊 自下而上的一个改革方式 这种情况比较典型的 就是西班牙、台湾、巴西还有墨西哥 不过呢,变革这种革命方式呢 并不意味着民间毫无反抗 毫无斗争 你像台湾呢 它其实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民主斗争的 只是呢 和韩国这种方式比下来呢 人民的抗议呢 并非是革命推动它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主要推动力其实是领导层呢 就是他自己内心呢 也认可民主 也希望进行民主化改革 很多人就会说了 为什么好好的独裁领袖 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呢 去进行民主化改革呢 那是因为呢 其实我们复盘这些 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国家呢 他们的变革之后呢 这些独裁领导人呢 他并没有很惨 大部分人还保留了原有的权利 并且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就比如说台湾的国民呢 也并没有因为民主化改革而消失 现在还能参加竞选 并且之前还连任过几次 而蒋介石的曾孙呢 现在还能出来竞选 你再看看齐奥塞斯库一生 他追求权利不愿意放手 那他的孙子现在在干嘛 够聪明的独裁者呢 是会意识到的呢 在一定程度上 继续进行富与顽抗下去呢 可能带来的是更加悲剧的结局 所以说呢 他们会选择妥协 而中国离这条道路还有多遥远呢 首先我们要先看看 进行变革的五个步骤 变革的改革方式呢 一般分为五步 第一步呢 就是改革派的出现 首先呢 在威权体制内呢 要出现一批人 他相信民主 认为民主制度呢 才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未来 而自己迟早会民主的 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并且这些人呢 他就要拘留一定的话语权 多数情况下呢 还能占到主导地位 就比如西班牙革命的时候 在经营革命时呢 基本上所有的西班牙高级干部 或者官员呢 以及人民呢 都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 你包括台湾也是这样 当然了 你也不是说一定要相信民主 你就像苏联解体的时候呢 他其实也是这种解体的方式吧 那时候苏联的高层呢 他并不是相信民主 而是相信共产主义没有未来 也是一样的 不过这样呢 苏联就是从他的变革吧 就是从一个独裁 到了另一个独裁 没有什么本能的区别 说完第一步呢 那就进入了第二步 就是随着中央高层呢 他相信民主的力量 那民间也会出现 相信民主力量的一群人 他会在民间呢 形成一个反对派 而这些反对派呢 会影响到 现在当权的一个政府 不论是一人独裁领袖呢 还是独裁的政党呢 这时候呢 随着民间反对派的一个增多吧 他能感觉到 一股反对的力量存在 这种独裁政府内部的改良派呢 就会尝试 开始和民间的反对力量 进行谈话 之后呢 就进行第三步 和人民进行谈判呢 改革派会跟人民 达成一点协议 比如说我承诺了什么时候 进行民主化改革 同时呢 你们人民要做一部分妥协 就保证目前大部分的 现役官员呢 并不会因为民主化改革之后 立即就失去权力 而且可以掌权一段时间嘛 然后在和人民谈妥之后呢 就进入了第四步 就是当改革派 拿了这份谈好的协议 就可以回来说服 一些不愿意改革的党内高层 然后呢 谈判结束 就是党内高层呢 就被这些改革派所说服了吧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 逐渐放弃权力 也就进入了第五步 改革派逐渐获得权力 然后执政一段时间之后呢 进行正常的民主化的 一个政权更替 其实这一套流程看下来呢 是否和当年的六四呢 非常相像的 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也就是中国的民间的 民主化思想呢 伴随着苏联出现问题呢 然后开始流行 然后这个思想呢 在高层也开始流行 社会基层还是上层的 都对共产主义信仰呢 全面缺失 然后胡耀邦和赵紫阳呢 就成了当年的一个改革派 起到了一个谈判者的作用 和当年的学生进行谈判 但是很显然呢 最后卡在了第四步 胡赵呢 他没有办法说服邓耀平 结果这一套流程操作下来呢 就最后产生了什么 坦克镇压一些恶性事件 最后八九六四的改革呢 也是以失败告终嘛 所以说呢 这里面能看出来呢 想进行这种方式的 或者说变革的一种方式 进行改革呢 那至少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党内呢 它具有一定的 民主改良派的存在 并且呢 这些人他占据了一个政权的 主导地位 就是像当时 如果邓小平和胡赵的 地位互换或者思想互换 可能中国已经民主化改革成功了 而目前中国的情况 则是完全不允许的 首先我们现在不确定 以李克强和胡锦涛为首的团派 他是否是一个改革派 或者说民主改良派 但是就算他们是改革派 现在中国的改革派 势力也太过单薄 没有影响力 和当年八九六四比下来还不如 而且习近平曾和拜登会谈之后说呢 认为民主在二十一世纪呢 终将被淘汰 是没有未来的制度 可见呢 党内普遍也不具备什么民主价值观 第二点呢 就是民间要形成有影响力的反对派 其实在八九六四的时候呢 民间形成了一定有影响力的反对派 但是现在呢 显然还不够 八指革命呢 虽然在中国形成了一次小规模的反抗 但是这个规模呢 离有影响力的一个反对派 明显还相差甚远 很多人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于网络封锁 或者海外民运人士不团结 不过我觉得呢 这可能是有一定的影响因素 但这都不是核心因素 核心因素呢 是因为中国前两年的经济发展呢 还算正常 没有到一定要反 或者说一定要反攻的一个地步 人民还没有日子过不下去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呢 随着反对人员呢 他会越来越多 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呢 最后也一定会形成 此外呢 根据政治学的一个权力运转模型呢 如果想进行变革这种方式的革命呢 还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保证最高领导人呢 进行正常的更替 而无法正常更替的领导人呢 往往要等到其死了之后呢 才能进行变革 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呢 民主和习近平的生命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单选题 但是呢 习近平今年才69岁 按照活到99来算的话 中国人是等不了30年 变革目前来看呢 如果习近平他不下台呢 对于中国来说呢 是不太可能的道路 说完变革呢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条道路 置换 其实我认为呢 置换可能是最适合 中国的方式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置换的发生前提就是 政府内部呢 改革派它力量太过于弱小 或者说根本不存在 政府中主流的声音呢 是保守败 或者说否定民主的那一派 但同时呢 因为民间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 声音不断壮大 政府的力量逐渐削弱 在某一个节点呢 民间的力量超越了政府的力量 所以说呢 民间和政府呢 形成了一个置换 就是地位上的一个置换嘛 就是民间的反对派成为执政的 通俗点来说呢 置换它就是一种 政府压制不住民间反对派的声音 因为你独台政府嘛 它民间的反对派的声音 它都是被压制的 长久压制的 它不可能让反对派的声音 出现在网络上 就像中国现在互联网 它去限制微博人评论等等 但是呢 随着民怨的积累呢 它有一天它会突然压制不住 这是有一个临界点的 而随着临界点到来呢 政府会突然崩溃 这就是置换的一个转型模式 而然而发生置换的国家呢 其实非常少 就是在那三十几个国家里面呢 只有七个国家他们进行了置换式的改革 他们分别是东德 葡萄牙 菲律宾 罗马尼亚 希腊和阿根廷 其中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呢 被枪毙的景象呢 大家应该都耳熟能想的 这也是经常大家用来类比 习近平下场的一个人 其实基本上呢 所有置换的国家呢 最后领导人的下场呢 都比较惨 他们不是流亡海外呢 就是就地被枪决 或者说呢 其他高层都进入了大狱 然后多了很长时间 置换产生的核心因素呢 是全体社会对执政党不满 而高层呢 又不认可民主 缺乏改革派 其实这就和中国现在的情况 基本类似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呢 是这种置换产生的时候呢 它的产生一个过程 或者说革命的一个过程 其实基本上 所有独裁国家呢 因为其高压统治呢 反对的声音都会去被抹出 并不仅仅是中国这样 不仅我们难以去衡量 中国到底有多少反对派 其实历代威权政府 或者说像中国高层吧 中共它也很难知道 中国到底现在有多少反对它的声音 这种不满情绪的蔓延呢 其实没有人能察觉 除非它到了一个临界点 需要崩溃的时候 面对这种置换式的革命呢 一般也有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呢 是民间的反对声音 它不一定需要很大 但是一定要够多 就是有够多的人参与 这显然是这种革命方式 一个必要条件的 第二个呢 就是需要军队的倒戈 其实上述七个国家呢 军队全部进行了倒戈 其实你如果复盘一下 8964一开始呢 是一种变革的改革方式 但是当邓小平不接受妥协的时候呢 就已经朝置换的方式呢 去迈步了 只是最后呢 军队虽然有部分人 站在了人民一边 但是大部分人军队的思想 觉得不够高 还是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最终导致了这场革命的一个失败 而中国目前呢 显然上面两点都不满足 虽然民间呢 现在反对声音 受到了中共的压制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 就是即使不压制呢 大部分人呢 他的生活还是能遭到保重的 基本船还是存在的 就是反攻的声音呢 或者规模它没有那么大 紫外军队呢 作为粉红的一个重大区呢 现在更是为共产党侍从 目前看来呢 也不太可能倒戈 不过大家不用过于绝望 这种遗忘 置换给出的经验呢 这种倒戈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 前一天齐奥塞斯库 还是万人鼓掌 没过几天 他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置换这种改革方式 出现的时间呢 都是非常快的 都往往超乎了 所有国际专家的一个预测 往往一瞬间 他就人民的反对声音呢 就从零变成了一百 从所有人支持高声 呐喊共产党万岁 变成了共产党下胆 习近平下胆 这是各个国家给出的一个经验 说完上面两种 我们再说第三种 转移 转移其实是介于 置换和变革中间的一条道路 其实如图所示呢 我们能看到呢 当国家需要民主化改革的时候 面临几种情况 但是当人民与政府 它的力量比较胶着的时候呢 在社会中都不能占到 绝对优势的时候 转移它就会发生 转移其实一开始 和变革的是类似的 但是区别是 转移发生时呢 民间反抗的力量 虽然强大 但是它不足以推翻政府 它的情况是 反对声音呢 比变革来的要强的多 但是又比置换要来的小 这时候呢 民间的温和反对派呢 会形成代表和政府进行谈判 从而进行民主化改革 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韩国 韩国爆发多次的 一个大型的民主化运动 持续了非常久 前年后几十年 并且革命领导人呢 或者说领袖呢 一直存在 但是因为确实呢 韩国独裁者呢 在在位期间呢 韩国经济是有一定发展的 而且到民主化改革的时候 韩国经济发展都没有停滞 民间呢 也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倒戈情况 暴力革命呢 不能成为国家的一个主要声音 所以韩国就陷入了一种 以置换方式进行暴力改革不成 而领导人想进行独裁统治 又不成的一个尴尬局面 在长期的拉扯中呢 独裁政府发现 这样下去不是个头啊 因为民间抗疫呢 死起彼伏 然后呢 又有很多的罢工 自己迟早有一天要下台的 让独裁者呢 非常焦虑 也焦头烂额 而反抗组织也发现呢 自己这些年频繁的斗争呢 并未争取到实际的推翻政府 这时候呢 转移或者说谈判呢 就成了唯一的途径 像这种模式呢 一般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点 就是这种反抗领袖呢 往往曾经在狱中待了非常久 比如说韩国的金勇三 金大中 南非的曼德拉 他们在长期斗争中呢 获得了大量的声望 同时呢 也抛弃了浪漫主义色彩 意识到政府的变革呢 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相信呢 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其实中国近20年来呢 目前数得上的有效动争 也就是一次六四 一次白纸革命 而韩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民主动争 这样看下来 中国相差甚远 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中国人的懦弱 很显然呢 不论是刘晓波 还是其他民运人士呢 在中国是洛伯德和金勇三 金大中一样的结果的 那你只能等到被社会引死亡 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动派的镇压呢 超越了其他一般的独裁国家 在中国的反抗成本是远高于韩国的 这使中国呢 要不然没有反对派 要是等发现有反对派的时候 那就已经非常多了 我又在想 中共堵了这些造反人的嘴 何尝又不是在给自己挖坟呢 中共是一定没有好结局的 说话转移呢 其实还有最后一种 那就是干预 而干预产的情况呢 一般特指的就是格林纳达 伊拉克阿富汗这种情况 而目前主要干预别的国家的内政呢 也就是美国 美国干预呢 有成功也有失败 你就像伊拉克战争呢 然后最后达到了萨拉姆 目前看似还算成功 而阿富汗呢 都是一败涂地 然后现在那些恐怖组织呢 又重新倒回来 占领了国家 面对干预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如果被美国进行干预呢 最后一定不会落得阿富汗的结果 民主化改革成功呢 可能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抽象的宗教 并且民间呢 本身也有大量的反贼群体 渴望民主 而你当即实际被民主化管理之后呢 大家也会喜欢让民主这种感觉 没人会喜欢独裁那种生活 但这个问题的难点是 美国他没有干预中国的一个动力 而要想出现干预呢 最有可能的是中国打台湾 然后战败 但是呢 你现在参考俄罗斯这个情况嘛 就在中国战败呢 你觉得美国他愿意接管中国吗 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愿意的 那台湾有可能吗 台湾可能会考虑接管中国一部分区域 你比如说福建啊 江振沪 广州 港澳 这些发达地区 但是呢 我现在看台湾那些网民 在我推特上评论呢 我觉得他们意愿也不是很高 所以说呢 我们对比这四种可能性的方式呢 我们会发现呢 上述国家所有近几十年的革命路程呢 适应中国的呢 也就是最后四条路 我把这四条路具象化再总结一下 如果变革出现在中国 那大概率呢 是党内随着习近平执政效率越来越差 然后中国经济越来越不轻 对习近平或者习近平为首的 一个独裁罪优论产生了质疑 然后党内高层呢 和民间都恢复了 对美国和民主制度的一个信任 从而产生了改革派 这些改革派呢 最后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大 伴随着习近平 他们倒台呢 倒逼习近平改革 这也就是习下礼上的一个至尊版 这就是变革可能产生的道路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随着经济下行呢 维持高压统治 党内的反对派呢 都被习近平消灭殆尽 习近平自身呢 也进入了信息检防 他无法收到真实的消息 然后呢 经济不断下行 民怨沸腾 抗议不断 在某个节点呢 反对声音呢 如熏星之火 迅速在中国蔓延 暴力抗议者呢 走上街头 军队士兵呢 以及其家属呢 也深受经济下行的 或者说中国到时候 出了一些奇葩政策所害的 他们也不想支持中共高层 拒绝中共高层 镇压人民的一些要求 然后一夜之间 共产党就倒台了 习近平最后流亡 或者被枪毙 而第三点呢 转移呢 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的 然后呢 民间的反对声音开始出来 但是共产党呢 他也开始管不住 或者说管不了 民间这些反对声音了 社会开始动荡呢 革命开始蔓延 但是呢 军队他被洗脑严重 持续镇压 支持罢工罢课 游行虽然不断的 但是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同时民间呢 有些小粉红 深受共产党洗脑 仍然支持共产党 导致呢 最后结果是革命 持续在发生 但是无法发展到 推翻政府的地步 在长达十几年 或者说几十年的拉扯中呢 最后人民和共产党 都达成了妥协 最后进行一个 长期的民主化改革 第四呢 就是干预 就是中国入侵台湾 战败 导致呢 被美国或者台湾托管 中国随机进入民主化 至于很多人说的 什么暴力革命 像孙中山毛宗那样 回到中国 发行什么农民大旗啊 那真的已经是行不通了 你反观近几十年的历史 没有一个民主国家 是这么获得革命成功的 这种成规模的武装革命呢 反而是独裁者复辟 常用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阿富汗目前的政府 下面讲一讲呢 我对这几种革命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个人一点看法就是呢 我猜测中国大概率的情况 是会和罗马尼亚那样 就是中共突然的暴毙 也就是置换的方式 貌似看起来呢 中国情况好像跟韩国差不多 就是如果闹革命呢 被洗脑的粉红会比较多 可能难以获得大家的支持 最后会进入一个 长期的拉扯状态 要不然就是没良心 要不然就是没逻辑 当然还有一些信息必色的 就不说了 没逻辑其实是最不要紧的 因为你没逻辑的时候呢 社会主流的声音是什么 他就会听什么 就像乌合之众里面那些人一样 盲目服从罢了 到时候呢 反对社会主义 或者反对共产党声音 成为主流 他们就会开始反共 所以说到时候粉红都会倒戈 而那些没良心的粉红呢 倒戈会更快 因为他们遇见到 中国经济不行了 或者说他们已经发现 中国经济不行 影响到他们生活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什么 根深蒂固的粉红 没有人真正相信 共产党是好的 他们要不然呢 是因为盲从 要不然呢 是被利益拴住了身体 或者拴住了思想 真的中共要倒台的 往往就可能发生在 几个月的时间内 到时候经济下行 民意的沸腾 压住住底层人民的怒火 然后一夜之间 共产党就倒台了 当然中国有小概率的情况 走向变革这条路 这首先要看 党内的一个角色情况 说实话 中国现在一直是黑箱政治 我们完全不了解 党内现在到底是否存在 所谓的民主人士 这些民主人士 又有多少力量 是否能在习近平的 穷折腾下更换领导人 这我们都是不得而知的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预料这种情况 是否会出现 而至于第三种转移的 是我认为最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残暴 根本就没有可能 允许异议人士存在 反对力量 不可能光明正大的出现 只能在暗中慢慢生长 就像网上有个梗 到你家里发现 有一只蟑螂的时候 就说明有一千只账了 虽然这个说法 没有科学依据 但是大意就是这个意思 当民间的反对生意 已经可以广快传播的时候 就中国的局势 已经无法挽回了 因为这是中国 这种强管控 导致的必然结果 最终只会走向 置换的模式 共产党全面崩盘 至于干预 就像我上面所说 我看了台湾网民 那个状态 我觉得现在就算 中国战败了 他们也没啥心思 来管理中国 也没有什么统一思想 所以说 我觉得这条路 不太可能 因为中国战败的大概率 是共产党失去人民的支持 最终中国还是会 走向置换的那条路 至于这四条路 你觉得哪种情况 最有可能的 你可以在留言区说出来 说出来你认为 中国最有可能的 一个改革方式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多伦多方脸 我们下期再见